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正常發揮頻道召集義勇軍 一起加入 時常發揮的支持力量 正常發揮的最佳觀眾 如常發揮的忠實粉絲 超常發揮的鐵桿盟友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一起召集親吻好友加入 成為正常發揮各級堅強的鐵桿盟友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我覺得攻擊奧德薩 就是本來就是他的戰略 就是佔戰略目標之一 張哥超早就講了 戰爭一開始就講了 對 他一定是先打 對他這個來講未來統治上面 不會造成太大麻煩的 這個就是在東南部這一塊 那再往西北走的話 那個佔地政務很難做的 老百姓就不跟你合作 你在這些地方的話 基本上老百姓還可以找到 找到這個親俄的烏克蘭人 甚至根本就是好 就是俄羅斯儀的這些人口 這些對他能夠在這個地方立足非常重要 包括打仗的時候 是不是有當地老百姓好的協助 這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贊成寒冰剛剛講法 就是說 開始對奧德薩動手就表示 這個 馬里烏波爾差不多了 馬里烏波爾差不多進尾聲 這個邏輯也非常多 沒錯 那現在這個烏克蘭方面說 城內還有十萬百姓 我覺得這個裡面就是說 可能把軍員也算進去了 烏軍到底還剩下多少 因為最近我看一個消息 就俄羅斯說他們就說 一個整個旅已經 就烏軍的整個旅 34旅好像 已經整個潰散 整個潰散了 那現在這個戰爭很難 很難清剿的很清楚 因為差不多上個禮拜 就已經聽說了 俄軍現在是逐戶在清查人數了 清查人口 他是每一間房子 每一間房子去清查 這是做得非常徹底的 因為他要佔領的話 就要基本上所有的烏軍 不管你是穿這個軍服 還是穿民服的 他全部都要把你清查出來 所以這個後面掃蕩工作 其實我覺得這個過去一個禮拜 就已經在做這個工作了 所以是最後階段 那奧德薩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震懾作用很大 因為這個馬里烏波爾 基本上打下來的話 我想這個等於說 就是說對於烏軍 這個民心 對於烏軍士氣的打擊會非常的大 因為這邊的部隊本來就難打 這些本來就是怎麼講的 就是說叫我們來講 他是有主義的部隊 就是他有他的價值信仰 這些人價值信仰 說穿的就是新納粹信仰 就是極端民族主義信仰 就是白人極端主義的信仰 對不對 所以他們這個部隊 本來就是比較難打的 現在這個戰爭打成這種情況 我覺得也是 俄軍這個打法 我覺得並不是他本來的用 本來想要的打法 也是被逼到這種地步 就非打不可了 我們常常就會說 烏克蘭有絕對不投降的理由 那同樣的這個邏輯 這個 俄軍也絕對有戰勝的必要 你俄軍如果說這一次戰勝私利的話 你想想看普丁 他的位置還會穩嗎 他2024還要選總統 對不對 所以對於俄軍來講 同樣是有他的這種必勝的這種 這種無路可退的這種一種狀況 所以你看這個美國人這一方面 就有非常非常的厲害 戰略非常厲害 他就知道兩邊都有怎麼樣 不可不可不可投降的這種 這種無退路的這種情況 所以美國就硬是把這個戰爭 事實上我覺得已經推到目前這個高度了 真的你馬里屋伯爾事實上 那麼漂亮一個城市 你將來打完進去看看 大概就是一片廢墟 現在是冰冷地獄 大使 正在化為灰燼 已經是廢墟了 已經是廢墟了 10天以前 BBC的記者 近卡爾可夫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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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景象 已經 已經也就是說 算是 人間煉獄了 那個 那個部分 還留著還沒有這樣用 這個好 馬里屋伯爾方式 還沒有那麼慘 還沒到那個程度 那我覺得馬里屋伯爾 這個城市打完以後 現在看奧德薩還是卡爾可夫 兩個就是 我覺得會不會同時動手 我覺得不會 因為同時動手 不符合俄羅斯的戰略 他都一個一個打 他要一塊一塊肉吃 沒錯 讓你的士氣民心 一塊一塊的倒 然後在這個時間 爭取在談判桌上談判 我剛剛看了一個報導 就是二樓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 首席經濟學家 這個人叫賈沃夫克 他已經估計了 到目前為止 烏克蘭的重建費用 是1000億美金 我看不值 1000億美金 這不是低估了 我看三五千億都可能 這個是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不過哲倫斯基對那三個總理說五千億 五千億 不過他一定是誇到 他一定是 他哪有那麼貪對不對 因為烏克蘭的GDP 大概差三千億 他說這是烏克蘭 這個GDP的三分 烏克蘭GDP只有1600億 只有1600億 那就是 要兩倍的GDP來重建 那基本上就是把 烏克蘭這個國家已經打殘了 那這個打殘的繼續下去 烏克蘭這個國家就變成說 其實 其實俄羅斯今天應該講說 這場仗再打下去 對你烏克蘭到底是什麼意義 就是說 烏克蘭老百姓也應該回過來問 我打這場戰戰為什麼 到底是什麼意義 我到底為何而戰 到底是為何而戰 其實沒有耶 烏克蘭到底為什麼要打這個戰 對 到底為什麼 烏克蘭的朋友到底為什麼 因為美國叫你打 所以你要打嗎 不是啊 因為他要佔領我的領土 現在當然是這個理由 當然現在是這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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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就是說這場戰爭 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站在一個 第三者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認為有100個理由 當時不應該打 那打到現在有100個理由 現在應該停戰 不要打 對 那有100個理由 就會覺得這場戰爭 真正的真正的 真正的在那邊 不斷的從30年前開始 在那邊 醞釀醞釀 搞到今天這個程度 就只有一個國家 就是美國 就美國 然後美國 美國明天 明天要去這個 24號 拜登要去這個 來歐洲了 來參加北約的臨時高峰會 你知道這個前兩天 波蘭這幾個國家 提出一個 提出一個 建議 他們現在報導說 他們在24號要正式提出 建議 什麼建議呢 就是 若干北約國家 可以組織維和部隊 進入烏克蘭 那你要這個建議 不是跟美國建議 你要去跟普丁建議 你說什麼 沒有 這是北約國家 他們現在 要在這個24號的 這是美國 我剛剛看美國新聞報 24號的北約臨時峰會裡面 正式提出 也正式提出就是說 北約同意 若干不是所有 也就是在自願性的 你這些國家 你要成立 怎麼講呢 就是 他叫Peacekeeping 就是維和部隊 進入烏克蘭 那這樣跟一般部隊進入烏克蘭 有的差別是 因為他維和 不是要戰爭是這樣嗎 你知道 俄羅斯他也叫 他也叫他自己部隊 是維和 是啊 都是維和啊 是啊 那你知道 美國做什麼反應 美國 不要不要 不行不行 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 這位女士 已經正式發言 啊 他說啥呢 對 美國正式好發言 他說 我找一下 我猜 我猜他應該不會答應的啦 他已經說你賣籃 你們不要鬧 不行 對 他已經正式說 我們的總統 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我們不會派兵 我們不會派任何地面部隊 進入到烏克蘭 因為這件事情 這個俄羅斯的外長 拉夫羅夫 他已經 已經對這件事情 他已經提出警告 就今天提出警告 他說這個維和部隊 基本上 如果進入烏克蘭的話 就表示 會跟俄羅斯的部隊 直接在戰場上交鎖 當然啊 對 所以這個案子 你看現在 現在美國第二次 在警告 不但自己不進去 而且警告 北約不准派人進去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 你看NATO 現在內部本身 也有些不同的意見了 這個戰爭打到現在 可是美國基本上 基本上我是絕對不進去 而且北約不要進去 所以你看這個戰爭 讓它繼續發展下去的話 你說會不會有失控的可能 是有可能 當然絕對有 是有失控的可能 絕對有的 然後俄羅斯從頭到尾 我想他們進去的時候 就是說除非必要 它不會毀壞任何一個城市 馬里乌普爾例外 那這個城市 現在已經完全變成 就是變成灰燼一樣的城市 那這個也是當時 不是在戰略上控制 所以這個戰爭一打到最後 你現在馬里乌普爾 你看不到 折倫斯基政府方面的 明顯的一種妥協跡象的話 那下一個很可能就是 奧德薩 奧德薩 那第二個奧德薩 奧德薩完了 如果還沒有的話 那就是卡爾可夫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種大城市這樣打下去 波蘭會不會擠死 波蘭現在都要派這個 派這個維和部隊進回 為什麼 他現在已經兩百萬 兩百萬的難民了 再打下去我要多少人 再加兩百萬 波蘭這個國家 我看就運轉不下去了 五星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制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 珍珠包 石斑魚菲利入獎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 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